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 虽然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冲动 倾向和前世的潜意识记忆 解读始终强调 个体们对今世的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 以及勇敢的正式选择和机会是极度重要的 根据爱德加凯西的看法 轮回观既不是一个信仰系统 也不是一种哲学 相反的它是个人发展的一个真实过程 这个过程不断地使每一个个体有能力去到达灵魂的成熟 而成为一个爱的创造性的和忘我的存在 对他来说今生是最要紧的 重要的不是个体在前世曾经是谁 而是他或他在今生做了些什么 在他做解读的43年中 爱德加凯西致始至终强调 他从被无限供应的可用数据中选择的信息 是想要来辅助个体能最好的处理他或他 现在面对的挑战和机会 在凯西把自己改变到解读状态的许多时候 他用数种方式进行去记录大厅的意识旅行 并且遇到一位四周有很多书籍的老人 这位老人会交给凯西他正在工作的个体的记录 在这种意识状态下 凯西会从记录中挑选最能帮助当下的个体 并使个体充满失望的信息 通常解读会尝试解释 为什么个体们要面临某些经历 以及没有用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干预 提供给他们对生活中正发生的情况的可行性处理办法 1940年 在给一位女士做解读的时候 凯西遇见了提供书本的老人 看起来这一次他强调了选择信息的重要性 凯西的回忆如下 这是我唯一遇到过的一次 记录管理者向我指出我可以阅读的书本 一直以来他只是交给我书 但我不记得读了哪本 这一次他指定我阅读的书本 并用手指指出我可以去看的那一页 还告诉我哪部分要略过阅读 案例23902报告文件 在另一次再解读案例2281一中 凯西说他被和书在义职的老人告诫 在为请求做解读的年轻女士 挑选最具有帮助性和给予她希望的信师时 要留神 一旦凯西已经访问了阿凯西记录 解释了心向的影响并讨论了前世 他就会接着讲解这些 许策正如何在影响现在 他的建议不是哲学讲述 而是想去实际的有助于个体们的各种困难 人际关系 健康关注 个人痛苦 甚至是就职方向 例如一位年轻女士来找爱德加凯西 寻求职业建议 案例33421 她已经换了太多次工作 以至于她没有和以前任何一个老板 共处过一年 根据阿凯西记录 这位女士的困惑是明显的 因为凯西开始时说 是的 我们有这里这位女士的记录 一个女早 但是这是一个美丽的 有天赋的灵魂 随后凯西想提供给女士的鼓励性建议 是去发现并应用她今世的才华 解读说 女士会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找到最大的快乐 她建议她去当年轻女人和女孩的老师 她也提示她擅长于帮助那些更不幸的人 并且向她推荐红十字会的服务工作 她指出 女士具有艺术和音乐的天赋 她有着深度的灵性鉴赏力 应该教主日学校 女士的若干性格被讨论和称赞 她深厚的情感 她的温柔 她的高尚 她的责任感 她通过例子来向别人说明事物的才华 她给周围带来快乐的天赋 和她正视任何被激起的问题的能力 她的才华 尤其是对年轻姑娘们 是非同反响的 而她被鼓励要刻苦努力 当女士问 其他建议呢 凯西回答 为什么说美是美丽的 只要保持温柔 我们在其中 对年轻姑娘们 在其中 也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